马依丽作为演员真的蛮特别的 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特别过 等到极深中年女演员的行列了 演技却越来越好了 观众也变多了 现在也算是圈里公认的演技派了 尽管工作很忙 但马依丽还是趁着教师节和上戏表演 专业94级的同学一起开了毕业 20周年同学会 马依丽特意发布 感谢了纪会上 对她帮助很大的三位女士 说无望生命中指引 我们追逐理想的老师 照片里所有人都穿着统一的黑色T恤 上面还引着我爱90把 马依丽站在最前面 俯身比了个一 笑容十分灿烂 而且看样子 她还是素颜出镜 不过就算没有化妆 马依丽看起来还是很年轻 不得不说 纯天然的就是不一样 而且她整个人看起来也特别精神 根本看不出是42岁 还生了两个宝宝的人 对比马依丽 20年前的毕业照 现在的她出了头发剪短了 其他完全没差别 连笑容的幅度都一模一样 而聚会上 站在马依丽旁边的演员杨明娜 严小已经有了明显的皱纹 不过颜值还是在线的 没想到 这两人平时没有什么交集 竟然还是同班同学 到场的同学里还有一个人 网友们应该都认识 就是站在最左边的宝剑峰 她的颜放在20年前决对秒杀 现在的小鲜肉们 照片里的宝剑峰颜值也是OK的 但是皮肤有点松弛了 而且头发看起来还灰白灰白的 不得不说 岁月不饶人了 想当年马依丽和宝剑峰 还一起拍过电视剧真空爱情记录 这部剧也算是大陆偶像剧的鼻祖了 那个时候两个人都很青涩 马依丽有点腼腆的站在前面 宝剑峰带着眼镜笑容灿烂 十分古灵精怪 不过现在 他们俩的演绎道路是完全不同 宝剑峰一支不温不火 也没有比较出色的作品 而马依丽却是越来越活跃 拍了不少好戏 去年她还凭借我的前半生 中的罗子军一角 获得了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 演戏之余 马依丽还抽空回上戏 担任了一考三十的考官 当时她那几个字 整容的孩子不能收 可是下退让了不少人的 能在整容风气愈演愈烈 的时候讲这些话 马依丽也是真敢说 她还说 并不是长得好看 那才有人看你表演 应该要对自己充满信心 其实马依丽并不是标准的美女长相 但她很特别 观众觉得她演得好 也不是因为颜值